布袋戲 台灣傳統文化的代表之一 戲台上一舉手一頭足 深讚寂寞 都在曹爾詩的掌中栩栩如生 偏然靈動 舞台上的華麗演出 背後功成是那些雕刻戲偶的手 在布袋戲的全盛時期 徐彥青是個非常重要的名字 他曾經和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合作 參與過蘇彥文 宗雅琳等知名布袋戲角色的雕刻製作 成為許多台灣人年輕時的重要回憶 老闆小時候非常喜歡看布袋戲表演 因為家裡對面剛好是一間廟 廟有熱鬧 就會看到很多的布袋戲團 在廟的前面做一些演出 有一天就異想天開 來自己試著做看看 在他14歲那一年呢 他刻出的偶頭 請表演的布袋戲團的師傅來幫他看一下 師傅覺得作品他很喜歡 甚至願意花錢幫他買下來 這個對他的人力也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他就決定立志要成為一個科偶師 從廟宇戲台到電視 再到走出國際市場的霹靂布袋戲 時光流轉中 許家一手製偶的好功夫 也由第二代傳承下來 走出了不一樣的路 一尊戲偶的製作 從選目開始 歷經繁複工序 方可完成 將它的五官定位好之後 我們刻出它的細胚 細胚在雕刻師來講 是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它必須將雕刻的部分 全部完成 館內收藏的藕小製三寸 大製250公分 精緻的手工藕 成為台灣的外交好禮 第二代的巧思 也為製藕產業 開展了多元文創的新局 更吸引許多年輕族群 投入布袋戲產業 成立了藕的家 就希望說讓文化能夠 繼續在台灣扎根 讓更多年輕的下一代小朋友 認識我們台灣的布袋戲文化 所以很多的學校團體 來到這裡 我們除了讓他參觀 這邊的展覽場 那為了讓小朋友 印象能夠更深刻 而且增加趣味性 所以我們來這裡 小朋友還有一個 更有趣的活動 就是布袋戲的 DIY彩繪活動 細細鑿刻 錦心雕琢 灌注其中的是 一代一代新火相傳的生命力 讓傳統延續 讓文化新生